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多如果 可能如果我 可惜没如果 没有你和我 那接下来这首我很快乐 也是大家最熟悉的歌曲 在我的第一张专辑里面出现 谢谢大家陪伴我 走过这么多的时间 因为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快乐 谢谢你们 在爱自己的生日会上 本想好好为前来支持的歌迷唱歌 无奈设备不给力 连续换了两只话筒 依然不出声 当拿到第三只时 刘锡君一开口惊艳全场 果然这才是他真正的实力 我也不会难过 你不要收看我 有什么熬不过 大不了成熟歌 虽然是本身的歌 生命有点生动 也比你好得多 我还是很快乐 我才不会难过 你别爱收看我 有什么熬不过 谁说我不能喝 我喝得比心多 走路有点停泊 也比你想得多 我还是很快乐 No.2 当话筒出现嘈杂音效时 是该继续唱下去 还是按下暂停键呢 张烈颖这个现场 可谓是给出了完美答案 轻战海豚音 彰显实力派歌手的风范 No.1 在一些重要的场合 突然出现音乐事故 这时候就是考验歌手 真正实力的时候了 在第三届丝绸之路 国家级直播中 轮到霍尊演唱时 他发现现场给出了两种伴奏 几番事意无果后 他沉着面对 发挥了超高的演唱水准 节目的最后 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喜欢别忘了关注哟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我下期见 是前生而清楚